这部电影在国内无人问津 却在国外狂暗发意 真真如画的风景让人看完不禁感叹 中国恐怕再也拍不出这样干净纯粹的电影了 故事发生在湘西边陲的一座小山村 儿子高考失利接替了父亲向游园的工作 来回一趟223里的山路需要走上三天两夜 父亲帮儿子画了一张地图 详细地给他讲着每天要走的路 天蒙蒙亮儿子就背起邮包准备上路 他换着家里的狼狗老儿一起同行 可老儿却缠着父亲怎么也不肯走 父亲见状回屋穿好衣服 决定亲自带儿子走一趟 母亲担心地在身后不停叮嘱 路上小心 别喝脏水 爸 回去吧 父亲见状吃起醋来 妈妈的 叫亲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送信 陌生的印象让儿子从小就很惧怕他 即便父亲每次都会给他带回玩具 可据少离多还是让他们的关系越发生分 儿子甚至都没喊过父亲一声爸爸 和父亲同行让儿子感到有些别扭 他加快脚步把父亲圆圆甩在身后 突然儿子发现父亲没跟上来 于是就放下邮包折返找了回去 过了许久父亲才步履蹒跚地赶了过来 见儿子丢下邮包 父亲十分生气 这让本就话少得两人变得更加沉默 休息时儿子将背包狠狠摔在地上 父亲健壮急忙提醒 哎 你慢发 儿子还不懂邮包对于父亲的意义 父亲告诉他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下邮包 沉甸甸的邮包不仅是他的责任 更是承载了乡亲们的思念和希望 临近中午他们来到一个村子 父亲常说山里的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 但几天不见他可不行 儿子本以为他们的到来会在村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村民们会迫切地围过来拿走自己的信件 结果街道上却冷冷清清 诺大的村委会更是一个人也没有 父亲轻车熟漉地从屋里拿出一个水壶 让儿子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他说只要老二一叫 村民们就知道是香油园来了 很快村长就赶过来 父亲向他介绍起一旁的案子 说以后由他接替自己香油园的工作 村长文言忍不住替父亲打抱不平 那些外面来山里支教的老师医生 如今个个都凭了劳魔当了干部 只有父亲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不仅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表扬 还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 父亲听后只是笑笑并未多说什么 他让村长把乡亲们要寄的信拿来 趁这个空隙父亲把老二叫到身边 把腿放在他的背上垂了起来 原来父亲经常超进到走水路 长年累月就落下了腿积 他叮嘱儿子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像他这样落下毛病可不好之 儿子为父亲这些年的辛苦感到不平 那山里村里的也不给血风表扬信 血是血风 我没让发 父亲说哪有自己给自己投地表扬信的 他还让儿子记住不许自己含苦 两人收拾好行李准备赶路 这时门外却被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村长把父亲退休的事告诉了村民 大家自发来和父亲告别 父亲有些感动却跟儿子打去倒 儿子听后害羞得手足无措 出村的时候父亲一直没有回头 乡亲们目送他们走了很远 几个小孩追上来和父亲告别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递给他们 儿子这才明白父亲这些年并非一无所乎 村民们对他的感恩和不舍便是对他最好的表扬 父子俩继续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儿子打开收音机跟着哼起了歌 父亲在身后提醒他 让他注意脚下的路 转眼他们来到下一个村子 父亲说一般信件收发都在村委会 但这个村子有户人家比较特殊 必须要把信亲自交到他的手里才行 走过狭窄的山路 他们来到一位老奶奶家里 奶奶含心如苦把孙子养大 后来孙子考上大学便再也没有回来 即使他爹去世也没有回来 奶奶想儿子盼孙子最终哭下了双眼 父亲每次来村里送信都会给奶奶带来十块钱 奶奶把信地给父亲 父亲像往常一样念了起来 奶奶您好 您的身体还好吧 眼病没有饭吧 为了多少别 父亲告诉奶奶以后自己就不来了 让他有事就跟儿子说 你有什么事啊 一定得告诉他 说着父亲起身把信交给安分 来接着念 看着手里的白纸儿子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奶奶的信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善意的谎言 他顺着父亲的话编了下去 你一个人住的山里面 真是不容易 真应该借你出来看看 父亲担心儿子说漏嘴急忙提醒 奶奶听了儿子的话瞬间湿了眼眶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揣进怀里 奶奶说听儿子念信 就像是和自己孙子说话一样 看着奶奶儿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他也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盼着丈夫回家 出门在外的人总有很多原因顾不上回家 反倒是家里的人更牵挂他们 每次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妈妈才笑得最开心 儿子紧紧握住奶奶的手 说以后会经常来看他的 儿子埋怨父亲不该骗着奶奶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孙子该怎么做 他是大学生 该怎么做还用别人告诉 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了洞族村落 一个洞族姑娘正在稻田里打农药 看到父亲不小心划了一跤 姑娘忍不住开怀大小 父亲熟络地和他打起招呼 姑娘告诉他们晚上村子里有喜酒 这喜酒就是因为你来 他定在平天的 村民们围在篝火旁在歌在舞 儿子和姑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 看着他们父亲想起了和妻子的相遇 那天下着暴雨 外出放牛的母亲不小心晚上了脚 这时父亲刚好路过 于是便背着母亲走了好几里的山路 把他送回了家 母亲因此对父亲有了好感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清晨儿子帮姑娘烧火做饭 见他被呛得直咳嗽 姑娘忍不住笑了起来 而这一幕恰好被父亲看见 离开时父亲打趣地说道 儿子被父亲的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出村的时候父亲告诉儿子一定要检查信箱 如果信封上贴着钱 那就要帮他们买张邮票贴上去 儿子认真地听着父亲的教导 路上儿子看到有汽车进步 于是便说这种没有人家的路段 完全可以搭车 既省时又省力 可父亲却说油路就是油路 只有路在脚下走起来才踏实 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 父亲说倘若小河可以少走七八里路 他告诉儿子把油包顶在头上才安全 还能保持平衡 说完他就挽起裤腿准备下河 儿子心疼父亲的腿病 便说等会儿自己被他过河 让他也享受一回 看着儿子的背影 父亲忍不住感慨 儿子小心翼翼地把油包顶到了对岸 然后折返回来背起父亲过河 而是记忆中高大的父亲 故知何时竟变得如此瘦小 父亲把脸轻轻贴在儿子头上 泪水瞬间湿了眼眶 他为如今儿子长大感到欣慰 上岸后父亲转过身 不让儿子看到自己流泪 儿子察觉到不对劲忙扯开话题 你还没一些油包中呢 山里的河水冰凉刺骨 每次过河父亲都会在河边烤一会儿 父亲问起儿子脖子上的巴士怎么回事 这是刚才过河时他不经意发现的 儿子说那是15岁时离地受的伤 看着儿子云淡风轻地说着 父亲满是愧疚 他后悔这些年没能好好照顾妻子和儿子 生你的那个 我跑外星 三个月才回家一趟 生你的当天 你妈写了封信给我 别看我整天给别人送信 写给我的信 就这么一 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 这次送信让儿子明白了父亲的不容易 小时候父亲总不在家 可每次过年回来总会买很多报酬 陪着儿子一起放 其实父亲对他的爱一直都在 爸该走了 你说什么 我说爸该走了 父子俩终于消除了心中的隔阂 老儿听见了吧 他喊我爸 这句简单的称呼瞬间温暖了父亲的内心 路上父亲想帮儿子背一会儿油包 可儿子却说这次给你了 那下次怎么办呢 他们来到一处陡峭的山崖下 老二朝着山顶叫了几声 上面就有人扔下来一根绳子 父子俩借着绳索艰难地往上爬 儿子一步小心脚下踩虹 小心点 山顶是一个年纪不大的男孩 从车娃的口中儿子得知 原来父亲曾在这里滚下山过一次 所以车娃的爷爷便让他在这里等父亲 由于上学的路太远要翻过三座大山 所以车娃上完初中二年级后 家里就心疼他不让他再上学了 车娃说他现在在读寒寿大学 他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父子俩和车娃告别后继续赶路 这时车娃在远处的山上朝他们大喊 看到车娃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遍 儿子也替他感到高兴 走着走着父亲问起儿子 问他是不是喜欢那个洞族的姑娘 儿子回答说他不会娶一个山里的姑娘 他不想让他们和自己母亲一样 离开了大山却一辈子都在想嫁 之后很长一段路父子俩没有在说话 不久后他们来到一处亭子稍作休息 儿子发现身旁有一缸水 这水谁放着呢 不知道反正有人来放 是专门给赶路人预备 见父亲腿急又犯了 儿子让他在这里休息 剩下的路他一个人能走 说着便整理其手里的信件 这时一阵风把信件吹飞了出去 父亲不顾腿疼飞快地追了过去 这些信他看得比命还重 幸亏老二飞身一跃咬住了信 父亲高兴地抚摸着他 晚上他们来到最后一个村子 儿子回想着一路的遭遇不禁感叹 山里的人祖祖辈辈住在山里 除了山别的什么也没有 可父亲却说他没有想头 想头也叫理想 人有想头啊叫什么都有 要是没有想头 再好的日子也没资料 就像咱们跑的这条游路 说苦够苦的 干着酒啊 记挂的人多了 就觉得有干的 父亲在大山里走了一辈子 却从未觉得苦 山的一头是期盼他送信的乡亲们 而另一头是等待他回家的妻子和儿子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默默守护 在任何时候都让我们有所依靠 而我觉得父爱更是一滴泪 一滴饱含温度的泪水 只要你用心去发现 其实父爱一直都在 最后儿子背起父亲泛白的油包 踏上了这条充满责任和担当的游路 我替你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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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充满责任和担当的游路 我替你打算 你打算